教師因為編寫的教案被裁定專業失德喪失教師資格 如果他尋求上訴,機制會是怎樣呢? 根據教育條例,教師可以在收到通知書後21日之內 向上訴委員會提上訴反對決定 委員會由特首委任的上訴委員團中抽出5個人組成 委員團目前有11個成員,主要是教育界或法律界人士 由律師楊世文做主席 成員包括英華小學校長陳美娟,退休中學校長鄧振強等 凡是處理任何關於教員註冊或取消教員註冊的上訴 上訴委員會最少要有3個檢定教員 委員會會召開聆訊,可以信問證人 傳召任何人出席作證或出示他管有的文件 也可以下令視察進入任何房產 上訴人常任秘書長都可以陳詞 上訴結果包括維持、推翻或更改常備的決定 教師收到結果之後,可以再在14天之內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 不過教師提出上訴之後,委員會會何時召開聆訊 多久之後有結果,考慮甚麼準則做決定 條例沒有提到 我們嘗試接觸上訴委員團的成員 了解上訴程序的細節 部分委員說日後可能有上訴案,不想受訪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用芳說 據他經驗,這個上訴機制過往都很少用 我們問教育局過往上訴委員團處理過多少宗案件 何時會作出決定等 各方暫時未回覆 有線理事記者梁嘉儀報導